科伯拉Cobra是压缩突破Compression Breakthrough的缩写 是代号不是人民 就像是座三明治一样 地球表面是中间的材料 银河联盟的光明势力从天而降 而抵抗运动的光明势力从地底向上前进 共同加起带捕地表的黑暗势力阴谋集团 这个过程即称为压缩突破 科伯拉与卯素星人一直有面对面的直接接触 他与从X行星来到地球协助抵抗运动的存有们 以及地下文明阿加森网络一直保持着联系 他是抵抗运动官方的公开联络人 抵抗运动要求他保持匿名状态 作为地下阿加森网络和光明势力在地表的代表 他一直致力于帮助人类拓宽认知 洞悉时事 并且提醒我们对即将到来的事件做好准备 他传播许多光明势力的重要讯息 其内容含概念非常广 包括星际文明 地底文明 地表政治 阴谋集团动态 重要灵性概念 及显为人知的以太 星光层等非物质层面的黑暗势力 对地球的控制情势 科伯拉的信息会提到关于一些实时发展的讯息 埃及 希腊 东盟 亚投行 秘密太空计划等 在科伯拉市出消息一阵子后 主流媒体果然也出现了这类消息 类似的信息印证已经发生过许多次 所以他的信息具有颇高的可信度 他的信息和很多揭露人士的信息相互印证 如科里古德 大卫艾克 大卫威尔科克 史蒂夫格瑞尔 本杰明福尔福德 斯诺登 阿桑奇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孙女劳拉艾森豪威尔 核心 卯素星人艾瑞茨 罗斯维尔事件艾罗 金星人奥尼克 书籍银河光之家族 卡米洛特工程信息等 科伯拉指出 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带来全球变革的事件 我们致力于驱散人们的恐惧 明晰所有误解和偏取 洞察主流媒体每日头条新闻背后真正发生的对地球局势 乃至银河系局势 至关重要的重大事件 黑暗势力在垂死挣扎 越是接近压缩突破 他们的网军和脑控分子会更加活跃 企图散布谣言 破坏冥想 诋毁科伯拉和光明势力的信息 妨碍集体力量的凝聚 大家需要对信息仔细甄别 真正站在光明势力这方的 肯定会揭露对黑暗势力不利的情思 比如维持地球隔离状态的等离子章鱼 姚达伯斯 操控轮回系统的以太执政官 维持地球统治的齐美拉 以及他们的爬虫人仆从 耶稣会 光明会 共济会 四大恶人 狄克贤尼 唐纳德伦斯斐 老布什和亨利基辛格 也会有与地缘政治相印证的时事披露 比如911 秘密太空计划 金融重置等 那些妨碍真相传递 阻止大众知情的黑黑网军 只会发布毫无事实依据的虚假信息来诋毁 抹黑光明势力 对黑暗势力早已被证实的罪行之字不提 或是与阿桑奇 解密文档相悖 偶尔搭配人尽皆知的浅显知识来为其险恶用心包装 黑暗势力死到临头了 真理正义之神永存 此时此刻 阴谋集团仍然对地表有一定程度的控制 他们的焦点主要放在控制全球的现金流 利用大众媒体继续麻痹人类 以及通过网军来对抗光战士和打压地球隔离区以外 有生命存在的一切证据 科伯拉事件前不会接触与会者 事件之前有没有可能面对面与正面外星人接触 科伯拉不太可能 因为奇美拉Gemera还有可以监控外星活动的电疆纯量雷达系统 现在我们处于肃清奇美拉的最后阶段 这段时间内延伸出许多相关问题 好比说为什么第一次接触和全面大揭露还没有发生 因为奇美拉有一套侦测系统 让他们可以在长岛要塞侦测任何降落或与人类接触的太空飞船 黑暗势力每年要花上兆美元 平均每天10亿美元来阻挠正面外星种族接触人类 隔离区的最后一个主要架构是人类的世俗生活 人类的现代生活是阴谋集团的产物 而且大多数人都毫无疑问的接受了现实生活的框架 阴谋集团每天花费约30亿美元来维持凡是一成不变的幻觉 他们打压所有幽浮存在的证据 打压自由能源科技 并且持续透过朝九晚五的工作奴役人类 当隔离地球的帷幕落下 我们就可以和星际家人接触了 许多人会问 为什么正面外星人不出现 原因很简单 只因为阴谋集团很害怕我们 因此外星朋友将不得不逐步地 一步一步的来做 事件必须在接触之前发生 到那时 我们将能和外星朋友自由接触 齐美拉拿人类做人质 用顶夸克炸弹威胁光明势力不能到地表接触人类 否则引爆炸弹网络上有一些不实的谣言 有人说银河系里有两个银河联盟 银河联盟即光之银河联盟 实际上这两个是同一个组织 就是银河联盟 网络也有其他谣言 好比说银河联盟是黑暗势力 也有人说阿斯塔不是真的 这些谣言和错误讯息 目的就是要阻止人类与正面外星种族接触 阴谋集团想在人群中制造不信任 我建议大家用自己内在的直觉判断 当大家亲自与光明存有意识连结之后 就会知道何者是真的 重点是要自己找出答案 抵抗运动的基地离地表非常近 只有相差15到200公尺左右 他们在全球各地都有基地 他们的科技和社会都非常发达 事件之后他们会与人类逐步接触 他们首先会与特定人士接触 让这些人透过媒体发布讯息 接下来他们会跟灵性行为较高的人面对面互动 为第一次接触做准备 光明事例已经在筹划第一次接触 第一阶段是在事件启动后 开始揭露美国政府跟负面外星人接触的真实证据 许多中情局 国安局的秘密档案都会曝光 罗斯威尔事件 MJ12 五十一区与小灰人的协议等等 到时候全世界的电视媒体都会转播 这些事情对于在场的各位可能都不是新鲜事 但对大部分的民众是很震惊的 当民众开始消化这些讯息 卯素星人才会开始接触一些地表民众 事件团队不光是为了事件做准备 现在大家都像是在接受教育训练 事件之后 事件团队就会转型成第一次接触筹备团队 事件即将发生之前 许多人类将会和正面外星种族用心电感应接触 这一类的交流已经开始了 心电感应的管道也已经建立完成 事件之后 许多人会和正面外星种族面对面直接交流 飞船会直接降落在私人土地 并且联系世界各地的民众 许多有心电感应管道的联络人会开始接受讯息 飞船将来也会降落在公有地 石油美元的目的就是确保美国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美军强大就能维持齐美拉的地球隔离计划 全世界的美军基地都有一项特殊的任务 监视全世界的外星活动 齐美拉一直尽全力阻止正面外星势力介入 他们非常害怕光明势力的外星舰队 他们透过月尘计划 掩灭各种来自外层空间的物体 就算是一小块隘石碎片 也会马上派专人掩灭证据 世界各国都跟美军签署秘密协议 任何跟外星人接触过的人类都会被下封口令 或是直接被灭口 人类要等到阴谋集团被移除之后 才能跟正面外星种族面对面的交流 事件之前抵抗运动不能联络地表人类 因为阴谋集团会强烈报复 但事件发生时抵抗运动会联络一些 尤其是那些更加平衡和有纪律的民兵组织 将融入他们到行动里 虚假信息战黑暗势力在90年代中期 就发动了激烈反抗银河联盟的虚假信息战 因为阴谋集团明白银河联盟 严重威胁到他们新世界秩序计划 阴谋集团很容易渗透进去 扭曲公民觉醒运动的原意 阴谋集团想要透过控制大众媒体 制造一种风平浪静的幻觉 防止人们做出能加速转变的行动 事实上有很多事情在幕后发生 阴谋集团正试图通过散播虚假讯息 来干扰民众的觉醒 阴谋集团通过主流媒体来洗脑 散播谎言或是半真半假的消息 要唤醒群众就要告诉他们真相 很多银河联盟的联络人在90年代中 晚期在地下军事基地里受到暴力 而且残忍的洗脑复刑 他们被折磨到精神分裂 人格被扭曲 也被灌输关于银河联盟的虚假讯息 这项洗脑任务是由控制着地球隔离区的执政官领导阶层做阵指挥的 因为他们害怕银河联盟会先来解救地球 阴谋集团知道事件 他们控制着大众媒体 不想让人们知道 因为如果人们知道 将带给人们希望 如果人们有了希望他们将反抗的更厉害 更不受控制 这不是阴谋集团想要的 现在有一场讯息战争 光明势力发布真实的讯息 黑暗势力尝试扭曲 你不得不非常警觉 尤其是现在要使用你的洞察能力 Rob似乎有很多烟雾和虚假消息 我想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比喻 就像银河联盟不会来拯救我们 但会帮我们吹散这些烟雾 使坏人暴露出来 而好人将获得帮助 让这场过渡得以进行 Cobra如果没有地表以外的光明势力的技术和后勤支持 这场过渡不可能发生 我会说地球联盟的一些人会得到帮助 他们会收到一些信息和指导 但是单靠地表是不可能发生的 一切都有更高和更进化的力量来协调 烟雾和假消息会一直持续到事件启动 这里有两个因素 第一是阴谋集团散播的假讯息 第二是光明视力没有公开太多讯息 因为其中一些讯息对行动的成功是非常关键的 事件将是人类大规模觉醒的开始 阴谋集团过去一百多年 利用教育系统给大众洗脑 让人们意识不到会有这种转变 事件后大众媒体也会报道人类被教育系统催眠的证据 地球上主要的研究机构也会公开他们被打压的真相 基本上全球学校都会大量修改课本内容 事件几个月之后的生活会非常不一样 Rob 感谢你 我在这边要帮你说几句好话 各位听众朋友 我跟科伯拉是老朋友了 而且他如假包换是个人类 是个诚恳而且光明磊落的好人 他向大家报告他所知道的信息 当然他跟阴谋集团没有丝毫瓜葛 还有很多人也跟他一样为人类和地球努力 最近大家的生活过的焦头烂额 开始担心各种事情 可惜有些人被负面思想影响 开始走偏了 有人问我的想法 我认为口出恶言不影响真理 也不会影响光明视力一步步的解放地球 不论人们相不相信科伯拉的讯息 我相信我们是赢定了 我希望大家多用点判断力 弄清楚自己相信的事物还有看到的讯息 它的内容平和吗 是全新的讯息还是旧话重提 还有它是正面的讯息吗 无论如何 善用自己的判断力 如果不清楚的话 就拿出耐心尽力学习 增长自己的知识 科伯拉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吧 科伯拉是的 我同意你的说法 而且抵抗运动在事件之后 会公开证明我和他们互动 以及一起共事过的各种事情 给他托证明 他发现次饭 你会托证明 你会托证明 还有证明 说明